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末法词音 主诸先佛为无极皇母大天尊 本堂主席观恩师登台 圣士 宫见老母将鸾 命本堂扶神使礼外 命本堂成皇五礼外迎亚 其余神人及本愿众修士 排班后驾 御林君主帅赵天君将 诗日 护驾地仁天 东西南北边 元陵明见性 告慰母心玄 圣士 功赢一驾 神人福福 不得失疑 无极皇母大天尊将 义士 朱贤清及朱儿女免礼 赐作 幼士 今日与朱灵儿聊聊 知足方得圆满 第24章 知足方得圆满 元陵是永恒的 生命是短暂的 如何修持才能从短暂成就永恒呢 其实端平灵儿取决的修持方式 没有绝对值 但是一失去知足 就很难圆满了 元陵本来成澈 却因为降生红尘染上污秽 而致元陵处在十分紊乱的现象 永恒元陵本来可以相助生命修持 却如断线风筝似的 无法取得四海永恒的智慧 所以元陵仍是永恒 却紊乱的无法恢复清城 零二已乱修乱 处世上时时后悔当初应该如何如何 现在就不会如此如此 紊乱的元陵无法取得累世经验及智慧 便宜在沉沦轮回中 所以唯有知足才能在混乱化上修指服 生命本来就有善性 但因为物欲强烈所求 想在短暂的时间内取得世间一切 所以在透过社群网络推波助澜 生命不只有物欲之扰 更因羡慕生恨成称 比如羡慕他人吃什么美食 住什么样的豪宅 进而不断鼓励追求物欲 生命痛苦不堪 即使达到某一阶段仍不罢休 所以能知足才会使生命获得幸福感 并非以名利为目标而是知足救好 永恒的元陵必须恢复成澈才能回天 生命必须达到至善才是圆满的修持 因此生活在红尘中 以知足救好当作座右鸣时 遇到困难会自己设下停损点 比如感情挫折时 知足的灵儿会迟已曾经拥有知足救好 碰到幸运好事也会知足地运用顺遂 而不是贪得无厌 总言之 知足是沟通元陵智慧 是海的渠道 也是羞耻短暂生命的智慧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